光速恒定已经是我们广泛接受的真理,也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。 但为什么光速恒定,违背我们的诚实? 这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问题。 光速恒定的发现1887年,美国物理学家阿尔伯特·麦克尔森和爱德华莫雷在做光的实验时,发现了光速的一个奇特之处。 无论测量者本身如何变化,或者光源本身如何变化,光速始终是恒定不变的。 人们对空间的理解的进步现代科学之父牛顿对空间的理解。 空间本是一种事物,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一样,空间具有不易察觉的特性,但空间无处不再充斥着整个宇宙, 甚至最小的事物原子,其大部分也是有空无的空间组成,所以我们生活在空间这个大舞台。 爱萨克·牛顿注意到了这一点,在牛顿看来空间是一个框架,宇宙中的一切都发生在空间里, 可是牛顿的空间是消极的,绝对的永恒不变,万物的运动不会影响空间,同样空间也不参与事物的变化。 通过这样描述空间,牛顿得以解释我们能看到的几乎所有形式的运动, 这些法则都建立在一个绝对的真理上空间,是真实存在的。 牛顿的空间理论是伟大的创举,被研究了二百多年。 爱因斯坦对空间的理解 在二十世界的上半叶,一个新的理论崭露头角,从而从根本上击碎了牛顿认识的空间, 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。 爱因斯坦从光速不变原理出发,创造了狭义相对论。 光速不变原理,是由连力求解麦克思维方程组得到的,并为麦克尔逊莫雷实验所证实。 狭义相对论认为,时间和空间,不再是严格的绝对的,相反它们在运动中相互融合,形成了我们熟知的词汇时空。 光速为什么恒定? 速度是物体在空间中随着时间移动的度量单位,光速也一样, 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发现空间和时间可以协同工作,相互变化,以保证光速的恒定不变。 所以不管光源移动多快,当你测量光速时,空间和时间相互协调,使光速总保持在30万公里每秒。 为了保证光的绝对性质,时间不是绝对不变的,空间也不是绝对不变的,并且空间和时间会以一种特殊的机制相互协调,相互影响,相互配合。 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光速恒定,这是自然的法则。 这是从时空的角度,对光速不变最简单移动的描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